陆军某部担负着陆军武器装备试验鉴定的神圣职责 百余型武器装备在这里脆火力刃走向战场 随着武器装备更新换代 科研人员紧贴任务实际 紧贴部队需求 积极开展科研公关 全方位检验装备性能效能底数 严把武器装备准生正 试验现在开始 侦察车生成模拟目标 传递对准完毕 可以发射 3 2 1 发射 某型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正在紧张进行 通过模拟实弹飞行效果 不仅可以提升试验效率 扩大试验样本量 降低试验消耗 更可实现复杂天候 及烟火光电磁等复杂战场环境下的 极限边界考核 这是近年来 该部紧盯战场需求 不断转型升级鉴定试验方法的一个缩影 作为武器装备考官 职责重大 使命神圣 手无武器装备准生正 如何最大程度摸清装备底数 考出打赢底气 是我们资资以求的奋斗目标 紧贴作战 设计试验 围绕战情 预制考情 全方位检验装备性能效能底数 是善宾和战友们的职责 近年来 他所在的团队连续攻克两项重大课题研究 先后获军队科技进步奖12项 系列成果成功应用于40多型导弹试验鉴定任务 身处实验鉴定一线 紧盯装备发展趋势和科技发展动态 大胆蹚路 勇攀高峰 为服务打赢 提供治理支撑 作为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综合性常规兵器实验靶场 老一辈靶场人在黄河滩上风餐露宿 在沼泽地里白手起家 用一往无前的艰苦奋斗 留下了现身国防的动人故事 回望过去 把握现在 官兵们深受触动 立志在岗位上忠诚履职 接续奋斗 一代代靶场人通过艰苦创业 俱力创优 锐意创新 形成了宝贵的三创精神 出心不忘 奋斗不止 作为新时代的靶场人 我同样要以自己的青春和恨水 会打在这片热土 火炮操作手 藏族战士将出丹增 家中三代都是军人 他的目标是努力当一名 全能的火炮精兵 作为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几乎每天都奔赴在实验现场 虽然苦累 但是把青春献给靶场 值得 正在某工房调试备试装备的 是工程师锁隆隆 2018年 他从陆军工程大学博士毕业 出来单位时 给他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个单位很特殊 大家白天分秒必争做试验 晚上加班加点写报告 辛苦忙碌却乐在其中 常年在工房和试验场连轴转 和那些在地方工作的同学相比 虽然少了些繁华热闹 多了些清冷孤寂 但这样的节奏 也锤炼了我的性格 让我更加清楚 自己热爱与坚持的意义所在 这些年 索隆隆先后主持完成 六行试验任务 和多个试验条件建设 及课题研究 带领技术士 容力集体三等功一次 近年来 这支部队的官兵奔波于 高原戈壁荒漠丛林 从严履行装备考官职责 奋斗足迹遍布天南海北 作为陆军武器装备 实验鉴定专射机构 必须坚持世卫战谋打赢 教育引导广大官兵 文哲人员中层践行打赢使命 为背带打仗 提供实用好用 滥用的坚盾利剑 感谢观看